第一個,我要先把資料匯入到我們的Excel 匯入方法當然不是叫你打開啦 因為你下載再打開,那其實很花時間 而且如果將來,如果假設你網路上不只一個連結 你可能變成怎麼樣,你還要打開來 然後變成你很多檔 最好是可以匯入之後,甚至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當然會更好 可是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給匯整到Excel 不需要再把它打開 那這個地方我們會需要 第一個啦,當然你直接開一個空白的Excel OK,好,假設開一個空白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要來撰寫對應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基本上 其實前面我們有寫過啦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那範本的話應該還有印象吧 那我把它貼過來啦,這一段而已啦 那其實有兩個地方要改,還記得吧 第一個是在分號後面這邊要貼上它的連結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Platforms 這個後面呢,加上它的那個什麼編碼方式 那目前大概兩種,一種是如果BIG5就950 如果是UT28就65001,大概就兩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喔,快速的可以把它匯下來的話 那第一個,找到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喔,我已經把它幫各位貼到 就是這個單元裡面的第幾頁 看一下往下,捲動在這裡 範本如下啦,OK,所以你找得到就好了 這個範本其實上個章節也有啦 我只是把它拿過來而已 你就把它Sub到End Sub 然後呢,記得喔,把這一段Ctrl-C對不對 然後再到Excel裡面呢,你開啟開發人員 那一樣,VoBasic 直接把它貼到哪裡呢,貼到一個模組 如果已經有模組的話,你就直接貼到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呢,你按右鍵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啦,所以我先把這個刪掉 OK,其實這邊的話呢,我就留下了,留下這樣 所以你就打一個什麼,打一個叫Sub 匯率下載,Enter 好,假設我今天呢 剛才我把這一段搬到一個空,空白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爽 不然底下已經有成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呢,你就 其實你要加一個Sub很簡單 一,先開一個空白的模組 二的話呢,在這邊打一個Sub 然後名稱叫匯率下載,Enter 有沒有,頭尾就有了 三的話呢,把那個範本貼上 貼上,這個範本的話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就找到這個範本 Ctrl-C好了 然後直接貼過來 我就覺得這個範本還蠻簡單的 這頭尾都有啦 那如果頭尾都有,把它刪掉 OK 那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的那個資料網址把它貼到這邊 那網址在哪邊呢? 網址其實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每日外匯參考匯率這邊 你把它點開來,檢視資料 那這邊就有個資料下載網址 把它從這邊下載 OK 複製一下 那因為這個連結沒有保護啦 那之前上一個練習因為它有保護 所以我們複製的位置好像就不是在這裡 我們好像是在這裡 我們好像是按右鍵從這邊複製連結 上一個是這樣 這個就是直接複製這裡就好了 其實理論上大部分的開放資料 上面應該都OK 可是好像少部分像台北市政府的資料 權宜資機好像從這邊OK 這邊不OK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刻意做一些 防止人家下載的一些動作啦 目前看到按右鍵複製 這個記得這個不用 然後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TESA 分號的後面喔 然後雙號前面貼上 這樣的話就告訴它說 我的網址在這邊喔 所以以後只要是網路上的一個CSV檔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二的話呢 因為它是什麼編碼 你看一下 BIG5 BIG5記得對應就950 那UT28就是65001 如果不知道 其實你用那個資料裡面匯入 它也會顯示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還有其他 比如你是簡體字的話 那當然它有別的編碼方法 你也不用特別背 你用那個 其實找也可以找得到 這個是950 好了之後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 把資料給快速下載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改兩個地方嘛 1 改這裡 2 加950 3的話你就直接執行它 理論上應該就會 把資料給抓下來啦 OK喔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 全部都下來了 那沒有問題 不過啦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修正一下 你會發現 日期其實剛剛沒特別看 看發現它這個日期 它其實不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怎麼說呢 其實在 Excel裡面的標準日期格式 應該是怎麼樣呢 應該是 在日期中間會加斜線 有沒有 可是這個沒有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數字 因為它靠右對齊 有沒有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標準的日期格式的話 當然啦 你說那我可不可以手動 手動的話變成說 有啦 你在旁邊先插入一欄 然後呢 怎麼樣 你在利用 切字串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前 前面四個字 然後中間串一個斜線 然後再加中間兩個字 然後再加中間兩個字 然後在後面再 在write再串兩個字 等於是說呢 把這個文字 拆成三個部分 年月日嘛 對齁 因為你不能用 你說老師 我用year month day不行 因為它不是一個日期 所以變成你要拆的話 你最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插入函數嘛 然後你可以先用什麼 用lapt lapt這邊的話 先抓四個字 就取得年 對不對齁 然後年之後的話 再end end什麼呢 end一個斜線 主要是加這個斜線 然後再end 然後在 它的第幾個字 0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在mid 這個資料的第應該是 第五個字嘛 所以豆點5 然後要抓兩個字 為它的這個月嘛 然後再end 一個斜線 然後再end 然後再rise好了 然後也是這個資料 豆點兩個字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check一下 應該沒有問題 打勾 這樣就ok了 不過你會發現 它馬上變靠左對齊 ok 可是靠左對齊 如果假設你要驗證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看它顯示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 是不是它不是日期 如果你把它改日期的話 它也ok 所以理論上這樣 應該是可以的 就是excel 可是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種方式 其實不夠正確 其實比較正確的應該是這樣 應該不是用文字去切 而是應該是 我再插一個欄 應該是要用這個函數 叫日期 日期裡面有個date ok 其實date才是標準的做法 所以它只是說 老師那前面的ok 最後跟各位講 前面的ok 因為 它其實有防呆機制 它知道說 你做這個動作 其實是想要把它變成一個日期 所以理論 這個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你這邊 就是 年的話就變成說 你要left 這個資料有沒有 痘點四個字 就是取它的年 有沒有 年就過來了 那月的話呢 就mid 所以剛剛的動作等於是再做一遍 然後 痘點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有沒有 然後就2 02它就自動把那個0給去掉 因為這邊只有抓數字的部分 那日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right 然後這個資料 痘點兩個字 ok 那得到的結果 你會發現 這個結果怎麼會是一個整數呢 4958 實際上這才正確啦 因為標準的日期 其實是跟1900年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這個日期 其實基本上呢 就是跟1900年相差這麼多天 ok 我們看按確定 理論上應該就出現啦 這樣才正確 那你說兩者有什麼差別 一個是靠左對齊 一個是靠右對齊 那你說哪一個比較正確啦 其實當然是這個比較正確 只是說我的實際的經驗 我發現喔 它前面這個做法 它也不會算你是錯誤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一樣喔 把這個地方向下填滿 然後這個也向下填滿啦 反正我是建議 乾脆你用這個好了 再來把這個Ctrl C 然後呢 你就是直接把它Ctrl V Ctrl V的話呢 貼上只有直 因為我要把修正嘛 所以貼上直 當問題貼上直之後 它變這樣怎麼辦 沒關係 按右鍵 再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就可以把這兩個來給刪掉啦 可是你說喔 老師很麻煩耶 這個如果人工的方式這麼麻煩 對 所以後面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用VBA程式寫的話 有沒有 你就直接一鍵按下去 直接下載 順便修正日期 但如果你不會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那變成你就要怎樣 就是麻煩 有沒有 所以我把它倒車一下喔 我是建議兩個你都練習看看 我的經驗是這兩個 好像結果它都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 Ctrl Shift向下 我把Ctrl C 貼過來看看 其實好像也貼成直喔 你會發現它這邊也是ok的 只是說它是靠左對齊啦 這個刪掉應該也是可以啦 ok 試一下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下載完之後 順便就要用VBA直接去修正日期 那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我們來 撰寫一下那個VBA的那個程式部分喔